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,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,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。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,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,修改我们的命运,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。 就是平时的生活当中要学会,让自己有时候寂寞一点,所以你们看风风天天的人,怎么能成功啊? 学行寂寞就是说让自己经常寂寞一点,佛法里面让自己寂寞是什么? 禅定,还有呢? 闭关呀,门关起来,自己在房间里,今天上午我坐三个小时在房间里,师父写稿是可以三个小时坐在沙发上不动的,学会自己要寂寂一点,一个人都没有自己很安静定得下来,这种人会长智慧的。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,四字与观,就是因为你学行寂寞之后,一直到你观,已经看清了,看清这个事物了,四字与观,就是你观到了适合自己的心灵深处的东西,便得解脱,你这个人才会解脱。 所以你们开始就比方说一件事情,今天被人家多收钱了,人家打仗打错了,比方说都收你一百块钱了,你回到家里越想越痛苦,越想越难过,越想越开心。 这个时候,要用这个方法,非有定无惠,首先,定下来,他多收了一百块,有定无惠,没智慧,不知道怎么办,也不是有惠无惠,不行,跳起来,我马上就跟他要,要有定有惠,把票给他出来。 想一想,当时跟上有什么政令的人,把他带去,一起去,那叫有定有惠,方正涅槃什么意思啊,你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圆满,涅槃实际上是彻悟,彻底的明白这件事情,绝心寂寞,然后要自己安定一下,不要去跟人家吵,既然把钱人要回来,就不要再去吵了,一直到与观,四字与观, 就是一直到你的心,感受到今天这件事情,我平稳了,我看到了结果了,与观,我观到了这个事情的事物的本质,就这么结束,便得解脱,就好了。 很多人钱拿回来说,你看这个人多收我呢,我去告他去,算了,就是没有智慧了,他也是贪心死心的,所以要真实妙观, 妙观就是,你用不同的方法来看这件事物,他如果是你的姐姐呢,他家里正好缺钱,你已经拿回来了,你没有什么损失,你为什么还要去告人家,这叫真实妙观,随顺观,随顺的看这件事物,等于随缘观,算了,得饶人处,且饶人罢,随缘观,随顺观, 修行要义意识而修,依照意识,意识意念而修,你的意识,在想,我要修出,六道轮回,好,那我就依照我的意识来修, 我今天要,我今天要,依照你的意识来修,路定之后,定下来之后,要观自积熟,观自前智慧,实际上,要马上的成熟, 就是当你一路定之后,马上智慧就要生出来,这叫成熟,你像炒菜一样,半天炒不出,不能吃的,你说这个菜能熟吗,叫观自即熟,然后到三摩地,三昧, 这个三摩地啊,完全是一个印度文的,就是一个帆文的,那么三摩地是什么呢,观一切法空, 观一切法空什么意思呢,就是看这个世界,一切到最后都是空的, 那么与一切友情,看到这个世界既然是空的,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暂时的一种友情, 那么起慈悲心,像你们今天说的这里,你说会吵架吧,不就两个小时吗,会吵架吧, 有什么不吵架,度一切友情,大家都是上辈子学过人,这辈子也是学过人, 不会去争啊,不会去斗啊,去慈心,找慈心三昧,看别人很可怜,你也要解脱, 我也想解脱,叫慈心三昧,看别人都是一样,不管年纪大的,年纪小的, 都视作自己的亲人,不管你今天有钱没钱,你今天富有不富有, 叫无相三昧,慈心三昧,无相三昧,还有无怨三昧, 这个无怨不是说没有怨,都是有怨,就是怨力, 学过人没有一个没有怨力的,无怨三昧, 我讲了这么多三昧,这个三昧到底做何解释呢, 三昧到底是什么解释,其实这个三昧就是指你对某一件事情的对象, 或者就是你的意识,一种状态,一种特征,就是三昧, 比方说你有慈心三昧,就说明你这个人很慈悲别人, 很爱别人,你有这个状态,你有这个意念意识,就是三昧, 仔细心内的称恨,仔细就是停止熄灭,自己心内的称恨, 你没有三昧的话,因为你有恨啊,仔细心内的称恨, 如果你把心里边的称恨,恨别人都灭住了, 你就等于灭尽了所有的敌人, 没有恨,心中哪有外人,哪有敌人啊, 你们有恨才有敌人的啊, 你们现在心中谁没恨啊, 要是人,他都没有恨, 所以徒兽让我们仔细心内的称恨, 就是灭尽了心中所有的敌人, 所以你就不需要制服外界的仇敌, 你没有敌人的,你得去制服别人啊, 你有恨的话,你要制服他, 我要恨他,我要跟他斗,我要制止他, 你心中没有,不需要去制服别人啊, 那你心中是干净啊,是真有爱啊, 可怜啊,这个人也可怜, 所以我教你们一个方法, 其实中国人很有智慧, 经常讲一个可怜可怜, 实际上你经常放在嘴边, 你说这个人可怜,那个人可怜, 你就是慈悲之人,你就是个谱子, 所以师父经常说,哎呦,这个很可怜, 很讨厌,你也说可怜, 那老公怎么这样, 很可怜,他不理解, 这孩子这个药那个药可怜, 单位的老板搞我, 可怜的不得了,为什么, 你搞一辈子啊,不换单位了呢, 你就是可怜他们了, 你自己心中这么一想啊, 抚平内心的创始, 实际上就是心理调解了, 心理学就叫心理调解, 所以,不需要制服外界的仇敌, 你就慢慢能接纳他人的不圆满, 你能接纳他人的不圆满, 你就是人禄啊, 人家做出来的事情不圆满, 让你不开心了, 你能够接纳他, 你是不是人禄心啊, 你说你不能人禄, 你在这个世界上怎么火啊, 这个世界上哪一件事情你不要人禄的啊, 又在马路上看见, 很多人你都会觉得他很讨厌啊, 你说哪个脸你看上去不讨厌啊, 就是看见一个商店的那个牌子, 你都觉得很讨厌, 你说很多人看见别人讨厌了啊, 是人内心有一种自然的排外的感觉, 不是你的朋友, 不是你的世界, 你就不会去很热气去做, 你就不想解决, 你就不想去适应和接纳别人, 所以就心中产生不圆满, 所以你就不能忍辱, 忍辱心但是要注意, 不能带有强迫性的人禄, 强迫性的人禄的话, 你终于有一天会爆发出来, 要海纳百川的胸襟来人禄, 你就成功了。